Hello,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抽风 咱们今天一块来玩一款叫做恶果的游戏 在这款游戏中,我们要干死自己的老妹 并且把自己的罪行嫁祸给别人 从而达到谋夺家族财产的目的 开始游戏吧 1945年11月,苏格兰 我的名字是艾伦·布鲁斯 马尔科姆·布鲁斯的儿子 邓切尔庄园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最近听说我那残暴的父亲想剥夺我的继承权 转而给我那疯癫的妹妹 我和家庭的关系可以说不太和睦 我决定将妹妹从这可笑的交易中移除 就让我来帮她从痛苦中解脱吧 杀人就说杀人是吧 说的这么清心脱俗干嘛呢 不幸的是,我妹妹从不离开邓切尔庄园半年 这样情况变得更棘手了 我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因为我无法忍受地狱一般的家庭 但是因为今天是我父亲50岁生日 我的突然来访应该不会太受人怀疑 我必须谨慎选择犯罪的时间和方法 今夜就是我妹妹的死期 那铃声在召唤着我 在一场磅礴的大雨中 我们来到了家族的庄园 和你的家属交谈并寻找有用的物品 物品分为两类 证据和凶器 晚餐之前你只能拿走两个物品 请谨慎选 晚餐之后你有机会安放一个尾证 然后就是实施谋杀计划 犯下罪行的途径很多 但是有充分的方法才能成功 这种事情正适合我这种智商250的人啊 哟,这是女仆吧 她要拿我的外套 好,如果你也脱下裙子的话 我们不应该选这种东西是吧 我们这次是来杀人的 是来杀人的 不应该来做这种节外生枝的事情啊 行,让我帮你拿着外套吧 好,我们把外套脱了下来 她叫索菲亚 是来这里一年 她说你以前没有回家探访过 因为我和家里的关系不大好 但是我们选择委婉一点啊 我说我很忙,我很忙 既然您来了 肯定盼望见到您的家人 父亲在图书馆 母亲在客厅 妹妹在楼上的房间 好,谢谢啊 我们不要做节外生枝的事情 调情这种事情是不是 等我成为这间房子的主人 我有的是时间 先跟母上大人说句话啊 母上大人说 你突然来访 差点把我弄出心脏病来 这个人已经跟家里不合目到这种地步了吗 如果你想谈话呢 就好好坐下来 我不想这么仰望你啊 我们来调查一下这个屋子 我记得屋子上是有东西可以拿的 对吧 然后这个母亲的日记是可以拿的 母亲的日记感觉对实施犯罪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吧 这里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再去他老爹那里看看 他跟老爹的关系呢 一定也非常的不好啊 非常不好 好,老爹在这里 哇,即使现在 一闻到父亲书房的股霉味 他这个书房整个的话风都不一样啊 阴阴沉沉的 你好,父亲 父亲沉默了几秒钟 最后的开口了 轻微的话语中带着恨仪 你不是永远不回这个家了吧 小子 怎么反悔了 我是来看你的啊 父亲生日快乐啊 快乐啊 你真的以为今天这个好日子 日复一日 看到我毕生的成果化为乌有 看到我们的家族血脉断流 哦,我知道了 他们应该是一个家族啊 像贵族那样的 然后他想让他的儿子继承他的家族 所以我应该说啊 你得让我过自己的生活啊 太晚了 父亲也过又已经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房子和工作 让他们都见鬼去吧 他说你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贵族墨艺 你要是不会好好说话 我就不说了 你可没少打我 我都记得 也许你才需要被好好教训一下 我们回来是谋斗家产的 不要那么激烈 柔和一点 我们来结束这一场对话吧啊 他让我滚出去 我看看父亲的屋子里有什么东西 抽屉里面有一个小时候经常来打我的皮鞭 这间属于是正午是吧 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就可以制造嫌疑 我们先探查一下这个里面所有的屋子 然后我们来理一理思绪 要怎么样来做这个案 这是父母的房间啊 简单的调查一下 柜子里呢 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抽屉时候啊 有一把猎枪 先不管啊 先放在这里 但是我想用猎枪杀人的话 声音会不会有一点太大了呢 这样父亲的房间里面啊 父母的房间里面 有一把猎枪可以供我们使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女儿的房间 也就是我妹妹的房间 我妹妹呢是个脑子不太好的人 是吧 所以这个房间里铺满了各种各样的镜子 这应该是我的妹妹 跟她说个话啊 她叫我叫小耗子 我是男哥啊 一个比较操白人 看来你还在收藏镜子是吧 她收藏了73个镜子 好牛逼啊 她让我滚 不想跟我说话 我先看看她的房间 她旁边的衣柜 有一个秀着她名字的丝质内衣 这个内衣呢 特别适合架构给人 这个内衣通常是架构给管家用的 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儿 和自己家的管家有染 想想也是挺正常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是我之前的房间啊 里面有我的刺剑 我们肯定不能用我的刺剑来杀人 是吧 用自己的刺剑来杀人 这个行为特别的愚蠢 这样整个二楼都搜索完毕了 在二楼呢 我们找到了父亲房间的猎枪 然后妹妹房间里有她的内衣 可以用来架货别人 自己房间有一把刺剑啊 发生是不能用的 这是整个二楼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 这是饭厅吧 桌子中间有一个你母亲喜爱的金色竹台 作为一件传统优雅的谋杀凶器 太合适了 有点意思啊 可以用竹台来杀人 这边是厨房 而且还有我们刚刚调戏过的这个女仆 厨房里面有老鼠药 他们家里充满了可以杀人的东西 是不是 来给女仆捞一个 这里有把刀啊 女仆忘记了把这把锋利的刀 收了起来 先不拿 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可以用的凶器啊 给女仆捞个课 你好艾伦先生 有什么我能效劳的吗 晚餐什么时候开始 他说他正在准备父亲喜爱吃的菜 所以要让我们等一会儿 那你害怕我的父亲吗 行行好 我不想议论我的雇主 这样呢 跟他捞完了之后呢 他就回去工作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厨房呢 有两件东西 一个老鼠药和一把菜刀 然后再来看看其他的房间啊 这是一个什么房间 这是一个 这是什么地方 你设法撬开了上手的写字抽屉 然后抽屉里有一个写给某个女人的情诗 可能是给新来的女仆 哦 不是 这是谁的房间 哦 妹妹的手机写的是个 妹妹和这个女仆 居然 哦呦 百合大法好 这里有一个柜子 管家的橱柜 乔治思故忘了锁它 里面有一个麻绳啊 这个是管家的麻绳 哇 这还有个台球室啊 不错啊 球桌上放着父亲的球杆 哇 拿这个球杆有没有太显眼了一点吧 这里有什么呢 抽屉里有一堆没有用的清洁具 这是谁的房间 哦 这应该是这个管家的房间啊 管家的房间 乔治的房间啊 然后再看看旁边 那么旁边应该是这个女仆的房间 这两个家伙住的还挺近 女仆的桌上放着一面打碎的镜子 可能是你妹的镜子 一块镜子的碎片是个富有失忆的兇器啊 把玻璃放回原处 然后抽屉里只有女仆的衣服 女仆的床腹一身不染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已经搜查过了整个这个家里 然后从物品的构成上 大概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嫁祸给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可以嫁祸给女仆 嫁祸给管家 嫁祸给妈妈 也可以嫁祸给爸爸 我们要谋得这个家的财产 是不是应该保证他爸是活的 那么如果干死了他妈 好像健身状态也不好 我现在突然间觉得 陷害女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呢 我们在女仆的这个房间里面 看到过一面镜子的碎片 我们把这个镜子的碎片呢 给他拿走玻璃碎片啊 拿走一样 然后我们回到之前那个房间里面 把女仆的那个情书 就是他妹妹写给女仆的那个情书 给他藏到女仆的房间里 然后拿走一篇情诗 这样我们就拿到了两样东西啊 拿到了两样东西 一个凶器一个证物 然后当我们拿到两样东西之后呢 这个时候晚餐灵就想 他妈这个形象画的还挺年轻的 还挺年轻的嘞 这个夫人呢 让索菲亚倒酒 然后这个管家乔治说呢 这个倒酒呢 是我的活 女夫说呢 我并不想造成任何的误会 然后这个夫人说 这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就吵吵起来了是吗 然后到我选择啊 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我们要选一个比较柔和的选项啊 我们还是不要反驳他妈的话 这个他不过是想偷窥 你的胸部这种选项 有点太夸张了吧 那我们就选择 你让夫人对你这么说话 调治感对你如此不敬 你不就这么算了吧 母亲 当然不 我们晚上又谈谈这个问题 哦 是的女士 他爸又插嘴了啊 我们不需要你来插手啊 啊 他爸让他闭嘴 在这种时候 我觉得我们不能激化矛盾啊 把这个事情平息一下啊 然后他的妹妹这时候 叫了这个女仆索菲亚 我只想对你说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晚餐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你这聪明的小妖精 这种公然调情 不大好吧 你太给我讲了小姐 照往常一样 一会儿我把茶点送到您的画室里去 哦 这两个人之间关系啊 确实不一般啊 我们依然选择一个最温和的选项 我饱了啊 我不要 本来也没打算给你啊 吃完饭以后 就到了种下恶果的环节 安放伪证的时候 只要进入某个房间 然后在物品栏里选择 你要安放的物品就可以了 在你准备好之后呢 请进入画室犯下罪行 画室应该就是 刚刚我们拿到情诗的那个位置啊 我们现在去安放物品 我们首先去女仆的房间 把那个情诗 放在她的房间里 哈哈哈哈 打开物品栏啊 选择情诗 来吧 你这发如火焰的美少女 让我们玩那进击的游戏 在这个尘埃飞扬的旧房间里 来吧 来我这里 欺负于我吧 我把这封信呢 放在了女佣的枕头下 然后我们准备回到画室 开始行凶 你确定要进入画室吗 进入了就不能再回头了 你看到珍妮佛背对你凝视着窗外 我们从背后啊潜行进去 用玻璃碎片啊 这么一歌 你妹妹在你抓住她时发出惊恐和尖叫 你用手迅速地堵住她的嘴 用另一只手将玻璃片按在她的脖子上 当你切开妹妹喉咙时 就是她一直在激烈地挣扎着 但你牢牢按住她 直到她瘫软下来 你扔下她的尸体和凶器 在你被发现之前 必须离开此地 哇 十秒倒计时 哇 这你很棒棒啊 我们要去一个有证人的地方 去妈妈的房间 去妈妈的房间 妈妈我来了 好 女仆来了 你看女仆的嫌疑最大 她又是第一个发现案发现场的人 她完蛋了 知道吗 完美的犯罪 大家晚上好 我是总督察温斯顿 温斯顿不是个星星吗 温斯顿刘易思 我明白这对你们的家庭来说 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然后他说呢 他并没有发现强行闯入的证据 凶手就在我们之间 所以呢 我需要轮流调查你们每一个人 到这个真正的凶手这里了 感谢你的协助 布鲁斯先生 我想这不会耽误你太久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需要先给你搜身 咱们最好把该办的程序办了 来搜我呀搜我呀 我凶器也丢了 是不是啊 证据呢也放在女夫的枕头下了 如你所知 我也和你妹妹死亡时 所有这样的人都谈过了 我们也初步搜查了房子 一会儿我们再谈那个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回顾一下你回家后做过的所有事情 女夫说你和管家是在七点后不久到家的 然后他在门口接待了你们 女夫说你对他说了一些很不得体的下流话 这让我不得不对你的人格表示怀疑 你看这个事情当时做了真多余啊 当时我们就应该低调一点 是不是 为什么要对女夫说什么下流的话呢 但是我们要好好的语言过去啊 呃我敢做敢当 你也看到了女夫的美貌吗 虽然那个女夫我觉得长得挺丑的 你的管家对你的越轨行为提供了证词 有趣的是之后你又跑去跟女夫聊天 为什么去到厨房里呢 我当时应该是跟女夫说 我想问问她晚饭做没做好 因为我饿了 我被告知你们俩议论了你父亲的脾气问题 呃因为我想知道父亲有没有欺负她 是吧 因为她父亲非常的暴躁 你想跑到书房去见了你父亲 我听说你们的对话变成了争吵 对我父亲脾气一直非常大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走向像是要嫁后给父亲 对他脾气非常的暴躁 我们还讨论了关于让你搬回邓谢尔的想法 我听说你完全的拒绝了这个建议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其他的地方 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活啊 不想回来 你回家后没有去客厅问候母亲 我问候过来啊 我只是没有坐下来跟她长谈而已啊 我想知道你当时到底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在晚餐前和你妹妹聊过天吗 我们聊过的我们聊过的 然后他羞辱了我我就走了 他骂我是一只耗子 你因此生气了吗 老实说我习惯了 让我们来谈谈晚餐的时候的仆人 你的管家惹了麻烦 听说你被他的行为给激怒了 嗯对 仆人应该懂得分寸嘛 现在我需要确认你妹妹死亡时你的位置 女仆尖叫的时候我在哪 我在一楼西边的客厅 跟我妈在一块 对的你的母亲也证明你和她在一起 好他完成了初步的调查 来看看她的结论 我找到了你妹妹写的一首诗 诗中表达她对女仆的爱慕之情 因为我们在女仆的房间找到了她 我猜她已经读过了 也许这能证明他们俩有秘密的关系 也许这能证明她的嫌疑 毫无疑问 我有更多的问题想要问她 我对这凶器感到疑惑 那块玻璃来自于你妹妹的镜子 我们在女仆的房间里找到了剩下的碎片 但是基于你妹妹的惊人状态 和对镜子的痴迷 我们不能排除自杀 我现在开诚不公的跟你谈吧 普鲁斯先生 你今晚的行为让我对你非常怀疑 另外我也会把你的父亲当作嫌疑人 关我爸屁事啊 我认为关于女婆的证据也值得继续调查 至于接下来怎么办 我要请你和我去局里走一趟 我被捕了吗 现在没有 除非你想这样 我感觉这边有一点小问题 就是我们栽赃嫁祸的不够彻底 我往被关起来 我和父亲都被带去审讯 你试着说服警察你是清白的 而你父亲是有罪的 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 你有谋杀你妹妹的明显动机 从那一刻你就成了主要的仙人 庭审漫长而艰难 但最终陪审团将你定了罪 因为谋杀的罪名 你被判终身前进 你的余生都将在牢笼中渡过 在潮湿的地牢里 当噩梦缠身时 你无处可逃 你种下的恶国已侵占了你的灵魂 也许这就是他最终的复仇 哇 第一次的犯罪居然没有成功 我觉得是因为跟我回到家之后 表现不太好有关系 以及不太应该强调 他父亲的这个暴脾气 我们再来试一次 尝试一下其他的方法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 最容易嫁祸的人就是他爸 因为他爸有个易怒的特点 而且证据也非常的全 所以这次我准备把他嫁祸给他爸 首先我们先找妈妈来聊天 之前上一次 这个警察说我比较可疑 我没有跟我妈聊过一天 比较可疑 然后跟他妈妈说 我并不是回来制造麻烦的 我是回来道歉的 然后他妈妈说 他妹妹最近的情况 有一些糟糕 然后他会好起来吗 我还就没看到那么糟糕了 接着那年夏天 他浴室里拿着剃刀 就是他妹妹有一定的这个自杀的倾向 好跟妈妈聊完之后呢 我们去跟父亲聊 跟父亲聊的选项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然后既然我们要嫁祸给父亲 我们就在父亲的这个里面呢 把他的那个鞭子拿走 这个鞭子是他小的时候 他父亲经常用来抽他的鞭子 然后呢 我们去二楼 去二楼拿到他们家里的那把枪 好 然后我们把枪呢 也拿到了手 这样到了吃饭时间 吃饭时候的选择呢 跟上一次是完全一样 之后就到了实施犯罪的时候 我们先去妹妹的房 这个时候妹妹在画室 她的房间里并没有人 我们手里掌握着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证物 就是爸爸的皮鞭 然后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正眼 来证明爸爸是个非常暴躁的人 然后呢 在妹妹的房间发现了爸爸的皮鞭 这个证明了这个爸爸呢 可能还想要打妹妹 是不是 加上妹妹这个精神也不太正常 然后不知道怎么打着打着 突然有一天想不开呢 爸爸就准备掏枪把他干死了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直接去画室 但是我在想这个猎枪 给我们的逃跑时间会不会比较短一点 我们要小心一点 注意这个操作啊 我们直接用猎枪 一枪把他崩死 我们用猎枪指向他的后脑 然后扣动扳机的时候 子弹砸到他的后脑的时候 鲜血直接飞溅了这个对面的墙上 哇很帅 哇 我这种三秒逃跑时间 我靠 玩呢 哦 该死你会看见我的 哎呀 被女徒发现了 被女徒发现了 我们被女徒发现了 这个事不大好 看看一会儿能不能给他滑过去 进入训问的时间 哎 女佛说呢 我拒绝将外套交给她 她感觉很欢迎 那么我说我习惯啊 保持自己保存自己的东西 里面有手表啊 钥匙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我跟我的母亲聊了天 她的母亲觉得她表现的过分的亲切 我们这里选 我只是想避免进一步的争执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要选 我道歉发自真心的话 特别的挤牙 有没有 然后再下一步呢 我们 嗯 这个跟上次一样吧 学院 我担心妹妹会自杀 你跑到书房去见了你的父亲啊 听说你们的对话变成了争吵 对 我们学院 我父亲脾气一直很大 这就是相当于给他爸啊 埋下了一个炸弹 是吧 你认为他的脾气很暴躁吗 完全没错 他要确认我妹妹死亡时的位置啊 我当时在一楼 然后我在一楼的门厅这里 不过真的离死亡位置有点近啊 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地方 是吧 女仆也证明你在那 不过这样也证明你离死亡现场非常近 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啊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疑点 他说我们在搜查你妹妹的房间的时候 找到这个皮鞭 知道他是谁的吗 他是父亲的东西 在你妹妹的房间也找到他 实在是太奇怪了 你父亲有对你妹妹动过粗吗 这么说吧 他不会放过任何施暴的机会 我对这凶器感到疑惑 用于谋杀你妹妹的猎枪属于你父亲 显然他知道如何使用这把枪 但这很可能是一场自杀 警察 你傻吗 他后脑勺被人一枪崩开了花 你说这可能是一场自杀 怪不得我们的主角能洗脱罪名 谁这警察蠢你知道吧 他说就算你今晚一些行为有些特殊 我也找不到特别怀疑你的理由 但是针对你的父亲证据确凿 尽管他病情严重 我也不相信你妹妹是自杀的 至于接下来怎么办 你目前可以走了 我会马上逮捕你的父亲 然后这样他的父亲就被逮捕了 干死了老妹嫁祸给了父亲 虽然杜查云影对你有所怀疑 但你的父亲还是被当成了主要嫌疑人 你安放的伪证导致他受到审讯 并立刻定罪 在监狱中 你年老的父亲的健康状况急转之下 一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你悲痛欲绝的母亲很快也去世了 邓谢尔庄园和他所有的财富都是你的了 但在悲剧发生之后 乔治和索菲亚都选择了离开 在一个接一个的不眠之夜里 当你徘徊于每个空荡荡的房间时 你感到他们就像你空荡荡的心 你变成了一句行尸走肉 只有噩梦每夜与你相伴 这样我们这个游戏呢 基本上也就是通关了 所以说你看 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 你被发现也好 还是你完美的杀掉了人家伙给别人也好 其实结局呢 都非常印证了这个标题 噩 无论怎么样 到最后呢 主角还是自食其果而已 其实游戏呢非常的短小 但是呢 挺有意思的 挺有心意的 游戏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结局 感兴趣的话 可以买来一个玩一下 游戏只卖4块钱 这很便宜的吗 是吧 好了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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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